先休息一下 可以了 有哪一位記者想多拍一會 或者哪一位需要 如果沒有我們就開始了 好 麻煩 我們先放在前面 麻煩 好 各位媒介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大家好 又是到了就快開兩會的時間 民建聯在我們成員當中 有擔任人大的代表 也有人大常委 我們也有政協的代表 能夠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是我們的榮幸 我們也謹記作好橋樑的角色 所以每年兩會 之前我們都會透過新聞發佈會 告訴香港市民 我們接下來在兩會會有什麼提案 從而更好扮演橋樑的角色 其實我們的提案內容 要很感謝我們的黨友 支持我們的朋友 以至市民團體過去 經常和我們溝通 亦都給予我們意見 讓我們的提案可以不斷完善 亦都反映港人的訴求 亦都期望透過我們這些角色 得到中央政府的接納 讓兩地各方面的政策 以至配套都越來越完善 今年我們總共有二十四個提案 二十四個提案 在五大範疇 分別第一點就是推動醫療安老發展 第二點就是改善營商環境 保障消費權益 第三點就是便利生活就業 優化稅務安排 第四點就是保護動物推動環保 第五點就是建設灣區放眼世界 第六點就是改善跨境交通安排 作為大標題提我們的提案 我亦都會請我們民建聯的人大政協 在這六點裏面都向大家分享我們當中的提案 我先請彭長偉 他會就著在頭一兩點 跟我們去講講我們這方面的想法 謝謝各位傳媒朋友 因為本來梁志祥議員都是全國政協委員 他有一部分是應該去講的 因為他在元朗的工作關係 所以我就會講歌一點點 聲音就換了一點點 因為一至八項都有 我都會去介紹 第一點就是講我們的提案 就是加強推動我們國家的智慧醫療的發展 因為習主席較早前也提過 在十九大的時候 就說沒有全民健康 就沒有全面的小康 大家知道了 我們在明年建黨一百年 全民小康就希望達到目標 所以民健康就建議我們全國 應該推動這個智慧醫療 因為根據一些法規和行政的迫力要攻破 再加上醫療數據 是能夠在不同的醫療單位互聯互通 對整個財政資源 稅務優惠等等的推動是幫助的 這是我們第一個提案的內容 第二個就是建議我們國家特別在台灣區 合辦更多的醫療機構 因為我們民健聯除了去參觀過香港大學 和有關深圳市政府舉辦的香港醫院之外 亦都去參觀過在廣州的祈福醫院 和在東莞的東華醫院 他們的醫療水平是非常之高 當然不一定全部跟香港合作 但他們亦都跟外國先進的醫療機構有關合作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在大灣區多一些這些醫院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事實上有幾十萬人 在大灣區的工作和生活 所以這些醫院越多 這些人口密集 在香港人密集的地方 是更加大的需要 第三個也是有關的 就是擴大長者醫療券的使用 因為我們現在唯一 就是香港大學的深圳醫院 可以用我們的醫療券 我們都建議了 比如特區政府 其實在港人開設的醫院 包括了祈福醫院 東華醫院 內地的東莞 都能夠用醫療券 是對我們香港市民有所幫助 他們也都希望 在特區政府 和中央層面 能夠在這方面多些的合作 第二部份 就是要講改市營商的環境 和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這個部份 所以第四個的大灣區 台灣就是建立大灣區的 綜合農業村 打造農業的新概念 大家知道香港事實上 地小人多 但是我們就得天獨厚 因為我們和國際的摺軌 食物安全和制度的法規 都非常理想 正所謂 就算外地的朋友 來外國的朋友 來到香港 這些旅客 都覺得香港是一個美食天堂 玩得開心 吃得乾心 所以我們如果香港能夠和內地 在各自的優勢上 合作在廣東省 找一些適合的土地資源 作為發展這個農業村 正所謂就可以 變成天時地利人亡 特別是我們城大 已經成立了獸醫和相關學 這些也會有所相互相成的幫助 第五個提案 就是支持修訂餘業法 加強打擊非法 這個報納的問題 因為在我們國家 2017年農業部 在十二屆第五次會議 在香港的民建聯會議 達福給民建聯的提案 裡面 就說這個嚴厲打擊 他們會繼續 這個非法報納 特別是那些沒有牌照 電獨炸魚 這些違規行為 和優如期仍然 在我們香港海域 或者是在國內的海域裡面 繼續報納 因為過去 就算抓到 都罰得太少了 有時候罰幾千元 所以這個阻嚇性就不夠了 所以這個執法的資料 和威脅性的作用 都需要有所加強 這個和一個舉報的機制 都應該要改善 第六個提案 就是逐步放寬香港的海味 進入內地的檢疫標準 因為事實上 我們香港 整個中國人 都非常之喜歡 吃這些有關的海味 還有有節日的時候 就更加需求更大 但是我們內地的法規 就是2012年 就有個公佈 就是所有的 進口的動植物 和產品名錄 包括了水生動物 都受到限制的 因此呢 如果是大為攜帶 就會有這個 懲罰 或者違法 所以我們民建聯 就建議 應該參考 新西蘭 國內和中西西蘭 簽名的 這個 自由貿易協定 包括了 就是衛免雙邊的貿易 方便 如果在非疫情的病區裡面 應該這一部分 就要放寬 所以民建聯的建議 其實我們要戴個頭 應該暫時 大家最受歡迎的 這個 這個 乾瑤柱 乾包 或者海森 這些幾種 先就可以開日先行先試 就可以放寬 令香港 做這行生意的朋友 是會更加 能夠做到這個有限 規大的生意 第七個提案 就是 嚴管內地付香港的零團費的問題 這個事實上 困擾了香港人 很長時間 特別我們主席的 套國環區 就是黑店 每天都 旅遊車 就 堆換了 其實這個零團份 和低價團 其實民建聯 跟進了十幾年 雖然內地的政府 不斷地改善 但是 都未去到一個 取締低價的零團費 因為其實國家有法例 它低於那個節奈和供費用 在它的行業上 是不容許的 所以這個取締和打擊 是應該更加嚴厲去做 特別是通過一些執行法例 對那些誘騙 強迫 變相 強迫的 或者是回購一些不正常的利益 應該要更加嚴格打擊 但是最重要的是 特區政府也都應該要配合他們 如何安排一些不同的地點 不同的購物點 給他們 如果那個團費收得好 就不用經常要去購物點 這個也是有所幫助的 最後一個 第八個 就是保障香港消費者的權益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網購已經是非常流行 跨國的網購 離開外地國家的境外網購 到今天為止 包括香港 保障每一年 2018年的領袖 是579億 增長56% 是很大的增幅 大家都知道 去年江棍節 11月11 只是一個貓貓的網購 已經超過2000億 這就是內地 與他們的關係不在 但是最大的問題 是如何保障香港現時消費權益 另外另一個就是過度包裝 因為所有網購的包裝 真的很可怕 我們總共看到 例如香港 有1億6千多萬的包裝 這個包裝的廢紙、紙皮 總共可以 容量等於122架雙層巴士 還有膠袋的包裝 等於68架雙層巴士 這些廢物的處理 實際上非常不環保 所以根據這個保護環境的意義 我們建議 我們國家在電子商務法上 應該加上這些用環保的包裝 不能夠隨意那麼濫用 再加上就是 電子商務法的執行的時候 應該境外的消費者 都受到同樣在國家的 電子商務法的保障 我介紹這八項 加快給主席 好 麻煩你 接著我就介紹便利生活就業 優化稅務安排這部分的幾個建議 其實我們早前一直有爭取 現在也會繼續爭取 希望進一步落實 第九點就是為中國香港市民提供 內地身份證明 大家都知道早前 內地工作的朋友 可以申請居住證 但居住證也引起市民的問題 我們要求相關當局盡快 釋除這些移民 其實考慮到 現在內地身份證用途廣泛 一卡在手便非常多用途 包括網上使用政府服務 或者其他購票等等的範疇 所以我們繼續爭取 我亦都認為應該從中長期來說 讓香港市民 特別是經常往返內地的朋友 都可以申請內地身份證 等同證件的效用 進一步方便我們融入大灣區的發展 亦都方便市民到內地去生活 第二點就是在內地建設 港人社區 這個早前亦都提出過 我們認為要讓市民多一些選擇 內地事實上無論是空間 以至是生活的質素 給香港都有可能提升 所以我們希望相關的部門 繼續去找一些專地 在鄰近香港的廣東省城市 例如珠海、中山、惠州、南沙等 提供一個用地給我們建屋 這些屋主要是給香港人居住的 亦都不應該受到限購 以及不應該受到個人所得稅的影響 當然那個配套管理 我們都希望由於港人社區 可以用到香港的管理模式 包括有香港的管理商場、街市、 甚至是學校、醫院、圖書館等等 讓港人可以在這些港人社區裡 多一個選擇 到內地去發展或者安勞 第十一點就是繼續跟進我們 那個港人境外徵稅的事宜 早前我們都多番透過記者發布會 我們都說了 我們一直在跟進新的徵稅安排 我們希望有關當局可以澄清 如果在內地置業並且已經同時 在港澳出售物業的這批朋友 會不會跌入稅務居民的定義 因為如果跌入稅務居民的定義 其實可能在他們做稅務計劃 以至日後的安排方面 他們對他們自身考慮是有所不同的 為了進一步讓港人可以融入大灣區發展 我們認為稅務安排都應該是可以創新 以及達至這個目的 包括應該考慮取消 目前比較繁瑣的備案制度 亦都說明戶籍、家庭等關係 讓大家都明白 其實香港人是不一定 或者最理想是爭取到 是不會跌入內地稅務居民的範疇裡面 讓大家在大灣區發展 以至內地發展就會少一些擔心稅的問題 第十二點是非常切身的 內地的樓房 香港人都有很多有興趣 而且過去也有不少香港人在內地置業 過去我們收到不少意見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選擇 容許他們在內地置業 但是在香港的銀行做按揭 我們認為特別是有一些銀行 其實他們在香港又有分行 在內地也有分行經營的話 絕對有條件可以做這個角色 所以我們希望爭取容許香港銀行 處理港人內地的物業 當然也包括香港人在香港銀行開戶 應該說香港人可以在香港銀行開戶 開內地的戶口 那就散卻了一些麻煩 也讓到在快速度下 讓香港人盡快 個個都有內地戶口 接上內地錢包 讓大家去旅行和生活方便 最後一點我講的是 內地法院要持續做好 解決執行難的工作 過去我們都接觸了很多個案 其中有一些我們觀察到 無論不同級別的法院判了案 事實上在執行過程 都遇到一些延遲或者阻滯 或者沒有執行法院的判決 我們希望促請有關當局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相信 這個對於依法治國的形象 以致給廣大市民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這方面會繼續推動這方面的改革 我接著就將時間交給陳勇 好 多謝主席 提前我們這個主席和鵬Sir 兩位講的都是跟人關系多些 我現在講的三部分是跟動物和環境關係多些 因為過去幾年的港區人大代表 都和我們民建聯 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EQ議員都要關心 譬如說保護老虎 就是感受一些和稀有公民有關的產品 包括成功的國務院 都採納了我們的建議 關於帳牙的商用已經禁止了 這些是很鼓舞大家 和我們國家的國際形象都一直提升的 今年我們繼續民議員的人大政見 我們提出 關於保護動物推動環保方面 第十四個建議那方面 關於加快推進村山甲 藥用行業的轉型升級的建議 我們希望國家相關部門加大 對於村山甲田提代品的研發的投入 運用現代的科技方法 可以製出成份和功能上的天然動物藥 相一致的提代品 其實這方面以往我們國家都用不少好的產品 適時出台相關的政策 就全面停止村山甲入藥 加強這些頻密野生動物的原料採購 和藥品生產的流通環節的監管 亦加大科學普及的宣傳力度 引導消費者選擇比較優質有效的 養工合成的制製品 促進村山甲和其他珍稀動物的保護 我們見到駱惠儀的產品 都是我們國家其中藥和天然的東西 取代了其他一些藥物可以出來的效果比較好的 這方面會繼續推動 今年的兩會都會繼續提議 第十五項的建議就是 全面禁止西藥和製品的貿易和利益 這個類似像那一樣 雖然我們自己國家就比較小產 類似像那些擺帳 尤其西藥這方面 是由於我們這方面的貿易和運用 而世界上這方面肯定有介入市 所以珍稀動物 就算其他國家包括西州 都會產生很多的交易 甚至一些投資行為 甚至一些非法的貿易 我們建議這方面 全面禁止相關的貿易和利益 就是野生的西藥和製品 到處就算有一些合法的貿易的包裝 但都是走私的合力的希望 嚴厲打擊相關的非法貿易 提高跨步打擊這方面 西藥的非法交易的執法能力 來積極協調參與國際上的聯合執法行動 這方面我們相信對世界的文明 對國家對世界的生態 都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另外包括香港加強保護西藥的教育 和宣傳宣度生態文明的理念 對於消費者進行引導 亦呼籲大家 每年來保護香港的朋友 大家自個抵震 非法後擺和從境內 和境內運輸貸貸 郵寄西藥和相關的貿易 第十個項是整個自然保護環境的關係 有完善自然保護地 體系的建設和管理 完善國家受著全國保護地 管理權屬和相關的法律制度 等於習主席在很多重要的會議文 也都會說 綠水青山內金山銀山 這方面也都符合 也都配合到自然保護的 體系的建設管理 我們建議國家擁有保護地的所有權力制定 區內管理的辦法和監管的權利 包括一些權力可以下放 給保護地的經營權和地方機關 實行一分級的管理 類似現在看到有學長 即是每一條河分每一段都有學長 分別包括多方共治 強化監督管理 完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建設 同時我們都建議 即是配合財政地和國家 運出的一帶一路南行合作的計劃 希望將這些保護地的建設 納入一帶一路的倡議和南行合作的計劃去哪裡 而推動我們國家和基州保護地建設 和管理的合作 帶動保護地會議和鎮議發言 這個會造福世界人民 以及對我們主義國家的利益 並且修訂 即是說持續去改善 現在我們國家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野生動物保護法 但我們希望它能夠 掌握它順利 所埋一步的持續 更加延適 而裏邊規定 因為保護國家和地方 逐年保護野生動物 尤其是一些偏遠的地方 可能本身有一些區域或是層區 造成一些農作物或其他損失 或是需要它們付出一些 當地付出一些經濟改革的時候 我們希望和中央財政補償 這方面更能夠促進 所有地方 尤其野生動物的地方 都需要幫助比較多些 令到它們更大的誘因和動力 去一起保護我們四個國家的 所以青山和對於世界的環境 做出更多的主要 我們要報告這幾年 好 接著我請譚耀宗常委 剛剛講大灣區 我向大家介紹有四個內容 這四個內容有三個 都是和大灣區的發展有關係的 第一個就是 希望建立一個粵港澳大灣區的 統一的資訊平台 因為如果有些普羅斯文 他可能想回去就業 創業 安居 很多時候他想找一些資料 去哪裡找呢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 統一的資訊平台 可以幫助有需要拿資訊的人 這個我覺得 對於我們未來的發展 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和推動作用 除了這個統一資訊平台之外 也可以再有一個創業的配對平台 因為創業的要求 那個資訊更加多 所以我們希望 有另一個比較深入一點的 如果他想回去創業的時候 那些手續應該怎樣 有什麼部門 應該有哪些地方可以幫助他們 希望有一個叫做大灣區創業配對的平台 還有一個我們建議大灣區的發展 希望多些人去參與 多些人給意見 參考回去有一種模式 就是叫做區事顧問 我們可不可以有些大灣區的 區事 大灣區的顧問 建立這樣的制度 邀請一些各方面的人士 去表達意見 變成他們可能 參與感的共感壓強 可能就會幫大灣區 提出一些有用 很貼地的意見 還有一點就是 關於支持香港人參與國際事務 因為香港人 也有些年輕人很希望 去到一些聯合國 或者國際組織裡面去工作 去取得一些外國工作的經驗 而中國來說 在聯合國裡面 我們佔的份額都很重 據說也好像有些配額 中國方面可以派一些公務員去 我們也希望各個國家 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推薦或者協助 鼓勵我們更多 特別香港人才去擔任 這些國際組織的主要地位 例如有個很好的例子 陳馮富珍 他做了國際衛生組織的總格事 如果我們有些合適的人才 可以去一些主要職位 又可以 或者是一些國際公務員 國際組織的公務員 亦都 這個對我們 特別是年輕一代 或者對香港人才 亦都可以有個發揮的機會 那我就介紹這四項 好 接著請葉國謙人大幫我們繼續介紹 我主要是就著改善我們跨境交通這部分 和大家分享 因為剛剛出龍大灣區的規劃 香港會面都更加加強我們在兩地 在這方面的交通安排 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我們就覺得應該要優化現時空域 這方面的安排 我們現在呢 一個的香港國際機場 我們廣州 我們深圳 以至到珠海 這些這樣的範圍下面的機場是密佈的 因而在管理方面 往往是造成了大家之間 有很多不協調的地方 包括你的飛機 有很多地方 譬如說我們北上的飛機 不能直飛上 都要出海 才要上去 因而這些都是屬於天空的管理問題 到現時這些情況 我們看到誤點的情況 都是非常多的 包括我們國泰 作為香港的主要公司 他們的誤點情況 都成81.3 所以這些這樣的情況 我們覺得是否可以 好像歐洲那樣 有一些聯合的管理的中心 要成立呢 而歐洲裏面其實有一個很成功的 就是對比利市、德國、劉森寶、河蘭 這個空位的管理 提高了這方面的效率 我們覺得在這方面 應該可以著這方面的研究隨著 我們在空中方面的更加頻繁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提出 想優化香港人進出內地邊緣的制動 現時呢 我們可能都比較熟悉的就是深圳灣 一里兩段 現在我們又新開通的 其他包括聯合的頭髮開 不過大家能否發覺到 我們現在的皇崗還是要 會在一個很近的範圍下面呢 我們要下車 要上車 跟著要下車 跟著要上車 這點是否有改 好像是否有空間 大家可否再改善一下 使得大家這方面不要這麼麻煩 因為皇崗口旺的進出內地都多 在這點上呢 我們都希望可以去作出這方面的改善 另外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 我們現在的回鄉症 在過往的零 在一五年的時候 在零五年的時候呢 在中理社呢 是可以做指摸的 但到現在已經是沒有了 都… 就是… 就是… 變成了一個自作過關的問題 那… 到今天來講 只能夠在那個邊境 就是在兩岸 就是這個的桌 就是管理站裡面 已經做回 我們覺得這點呢 應該是否要考慮回復 那這個更多方面 再加上呢 亦希望可以改進呢 用現在的面相 或者更多的更多方面 那這個呢 我們希望呢 就是… 在這個方面呢 可以作出這方面的考慮回事 第三方面呢 就是優化我們高次的票價這方面 到現時高次已經… 我們可以直接… 透過西九可以直接 連繫到各個地方 那… 那… 但是呢 在一些… 的… 收費上面呢 我們覺得 是否應該要考慮 當然這個不單止是香港 是要整個全國 都應該是否可以考慮 例如一些學生票啊 或者是小童票啊 或者是家庭票啊 我們舉一個例子 如果… 在我們這個西九出發 一家人啊 一家三口啊 這樣去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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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們能做一些… 那… 以及… 那… 這個… 啊… 這個… 指射啊 或者我們應該說的 euh… 那… 都已經是… 有一個這樣的安排 那… 那… 是否都可以… 它的呢 它使得… 我們家庭的火眾… 更加以民生為得多一點的優惠呢 在一些措施上,例如高鐵,我們都提到一個意見 就是相乎到行李尺寸的問題 因為高鐵一開始,其實都出了 就要將行李箱裡面用紅白藍的交流分開才有尺寸問題 加上如果會超過,就要下一班才會 這些我們都覺得應該有改善 就不會造成一種旅遊方面的交流 我們更加建議除了家庭之外,譬如長者的優惠 我們都提出希望能夠有所改善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希望放寬跨境車牌的申請 現在車牌有兩種叫做常額的一次 常額的就是兩地車牌,都比較方便 不過一次性零就是你可以申請,按照國會登記之後 你可以一次過 但現時有個情況就是一次性那些 你要六個星期生效而已,一次來 這個就很不方便,我們覺得是否可以把它改變成三年 即是你做申請,你有這樣做了這個申請之後 做了這個申請之後,你如果真的要進入二十四小時 透過上網就可以把保守做,這樣就可以翻 另外一個就是常額性的那個,我們都建議他能夠在指定的關口入 但可以走的時候,就可以,不一定是原來的關口出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現在我們東西,中都有我們的關口 如果我去到汗頭那邊的,但本身來說 你的車是在黃江口岸的,或者是廣州大橋 你如果這樣的車輪就出現了,又要一個台灣 這個跟我們設計出來的那個方面程度是不足夠 我覺得這方面是應該可以改善的 當然有些更加是需要考慮的就是,我們都推動的 就是內地現時的道路網已經見得很好 那是不是應該要考慮,是不需要有兩地車牌 或者一次性的那些辦理都可以進入去呢 例如廣州大橋,其實有一個這樣充分的設備來的 可以提供到,如果這樣呢 就可以更加增加我們現在大灣區的交通網絡 所以這點上,我們都會在這次,就著改善整個交通 各境交通,都提出這方面的問題 好 我想問一下,你們那份建議那裏有個大灣區平衡的制度 想問一下,其實跟日大政協的作用和功能有些不同 因為你又有廣東省,又有香港的政協,之後全國又有香港的政協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假床蝶屋的制度 還是一個怎樣運作的呢? 還有想問一下港人港稅那裏,你們爭取了一個進展 可能因為大灣區有網可以做到這件事 或者一些事件可能都可以做到 好,第一個問題呢,大灣區發展 大家都明白,這是未來一國兩制 以至整個大灣區的一個重點發展目標 以至策略的 那麼我們認為,如果設一些顧問制度 特別是不同範疇的專業顧問 是有助於推動不同範疇,以至行業的發展 那麼當然,你說我們本身已經有人大政協 我們亦都就著大灣區給意見 但是我們人大政協,以至不同省市的政協 他們是在不同省市那裏,亦都有它獨特的角色 那麼當然,他們亦都相信,亦都會就著如何推動大灣區發展 如何讓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亦都會提出很多意見 但是我們認為,特別在不同的專業範疇 因為接下來,可能要怎樣去打通一些不同城市的訊息 以至是基建,以至是等等,不同方面 我們都需要更多專家意見 那麼我們認為,用顧問的制度是有助於凝聚人才 在大灣區建設方面,是絕對是有益的 我請譚sir都補充剛剛說 顧問是義務的,多些人去參與給意見,一定有好處 另外,港人港稅這個是我們最近提出的 大家容易明白,一個名詞 個人所得稅法已經在人大常委裡通過了,1月1日已經實施了 但是,至於香港那方面,雖然有些訊息出來,我也講了一些內容 但是我們希望,除了大灣區的發展,可不可以在大灣區裏面有個特別的安排 簡單的安排 這個呢,我們希望可以容易做到 簡單的做法就是,譬如可不可以 總之,香港人在大灣區裏面做事,他們有胡鄉政 可以只能立香港的稅 這個是最方便快捷 也不需要有全球的稅務負擔 只能立香港的稅 這個來講,其實現時來講,在前海、橫琴都有類似的做法 不過,他就將納稅的差額,由地區補的差額給他 我們覺得,既然前海、橫琴做得到 那是不是整個大灣區都可以參考這個做法 我們就這樣提出來 我們最近也有跟特首反映了 你見特首在立法會的大文大會裏面,他都提出過 他說他們首要做的,其中一項是關於稅務負擔的問題 我相信如果特首再在大灣區的領導小組再提出 我們希望那個推動力就會很多 希望成功機會會大很多 這個很重要的,由於稅務是其中一個核心安排 畢竟是否到大灣區去發展 就業、創業,稅務都是一個其中重要的考慮 所以我們過去有爭取,也有一些進展 但這個確實是不容易的,需要不同的地方 以至中央層面協調 所以我們本次的人大政協 繼續就這方面提案 希望繼續進一步完善 讓香港人在融入大灣區發展方面 在稅務的擔心方面可以進一步減低 這個很大可能都要在地區本身 廣東省所能的能力範圍下 等於阿譚先生都說 就是等他們按照這樣的考慮 就是使到那個大灣區 我們港人能夠進入裡面工作 好,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香港村建設 就住第一點,香港村建設 去年已提及,在去年成年过程中,这题目亦得到媒介,无论是香港或内地的媒介朋友广泛的讨论 我亦在平时有机会接触不同省市政府中,都会跟我谈到会不会在哪里有考虑 但实际我相信由于这件事都是大事,早前我亦参加了政协的双周会,我亦在双周会中提出 当时广东省方面也指出,由于他们的地都相当紧张,希望我们香港自身都要考虑 其实我们开发的地,比对来说,没有广东省开发的地的比率这么高 所以事实上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我们都会继续去努力 其实今天,今次的提案当中,都是提了有些具体的地方 包括惠州、中山等等,我们相信珠海,甚至我刚才都说的蓝沙 这些都是我们认为有机会有条件去进一步探讨 但由于未有具体一个香港村的地点可以告诉大家 我想在这个阶段,我们都会继续努力去透过不同的途径去探讨 黄光口岸的问题,当然你说不改变的,就是现况你可以继续 但我觉得我们提出,就觉得有改善的空间,可以作出这方面的考虑 现在争议性的一地两点,不是在于本质的措施问题 而是有一些人士认为,在香港有一地两点的触復 就是关乎到香港的法律上的问题 那你以现时的那个发展,就是深圳湾的口岸来说 就是做法就是使用到我们的关系不是上落上落上落这样的 那你怎样去改善,譬如说口岸,大家之间的距离 以后再有一个更加短的距离,这些其实是在黄光 以现在我所熟悉的,是有空间去做到的问题 就是事物来说,你都要慢慢慢慢在有机会的改善下面去进行 我们基于这点觉得是值得考虑 现在你看到福庭口岸都已经是,那些都不是说叫做一对两点 但实际上有一个很近的距离,也是这样 所以,因为有黄光的确采是很不方便的 我想再问一下,那你以前不是公铁那种,即是很久的人 而那些香港是多久的人,是多久的人? 对,不是,肯定就不是,因为现在深圳湾的口岸都已经不是这样 深圳湾是内地口岸,但问题受伤,那个地方是比了香港 现在黄光那里根本是有地方可以做到的 不是,是福庭的那种 是的,参考福庭 看看有没有大家其他问题 例如, library 我们观amo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按你看任何诺员 和消 wee direct 以及 wat区别的 worthwhile 现描迹疫情 Buddh 54 那么 和你会ρό pleasures 發生有案 发生 halt 和合过 是的 如果您看見有可能性的 有可能性的 在香港 如果您的位置 在香港 可否 可以知道 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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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問題 有關於香港 最初的質問 是關於香港 我們有關於 保護的問題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专业的运动 尤其是 Mr.Tem 我认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一个香港人 其实在五个月 他们出售从美国 30天 他们会被责任的责任 但是在新的责任 我们需要追踪和调查 例如 我们可以定义 因为香港人有自己的责任 他们会被责任的责任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们会继续上 香港责任 因为如果我们想要 使用了责任的责任 如果我们可以 让香港责任的责任责任 它会有很专业的责任 但我们都知道 这不是很容易的责任 但我们将会找到责任 我们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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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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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策略 是一个策略 我们不认为 我们不认为 我們希望我們會派對醫師來進行 而另一方面,我們會提供更加協調 對醫師來進行的兩者 很多醫院都設計在香港的醫院 這是香港的標準 這也是重要的,讓香港人住在香港的地方 第三個問題,我們推出了一個訪問像是神聖1 我認為這部份會很嚴重 會否有任何公共的地方 我認為這部份應該屬於主要的地方 如果我們做到這樣 港版社區的特定,你和大陸的層次收封 想說我們一個地位是專門給香港人在那裡存貌 他們可以不用在香港,不可以來一歲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你拿了我們的法定,專門給香港人 其實他們本身對這個措施,他們會不會覺得不公平和苦慮? 正如我剛才分享,其實都是要考慮到公贏 所以在過程中,我們的目標是主要為港人而設 但如果有機會可以做香港村的話 這是主要為香港人而設 在內地來說,希望透過建設香港村 推動香港管理的先行先事 當然未必只局限於香港人 但如果能做到主要為香港人而設 而在內地或在他參與的城市當中 他可以透過香港村的建設 可以在當地做到先行先事的香港模式 香港管理模式,包括醫院、學校等等 有助於他在其他方面的管理的提升 我們就在這方面去想一個雙贏的角度 但你剛才說的都是有困難的,亦有挑戰的 但我們去考慮或提議,都是要想雙贏 對方的反應 對方反應,有一部分都是正面的 但當然,你說去到哪個級別的官員 我想由於未成熟,就不太合適去說 但在不同層次談,都有一些城市會願意跟你談 不過我相信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剛才說的,要雙贏 第二,如果只是香港人 可能難度也會大一點 但主要香港人引入香港管理模式 作為先行私事,我覺得都是可以一個推動方向 我覺得這個都是雙贏的,主要是地點問題 現在內地的空間或土地的供應力,沒有香港這樣緊張 如果有些地方能夠提供出來,合適的地方 這點是雙贏的東西 因為我們提招都是對象,是給香港市民 我們概念是香港村的概念 可以說想贏的概念可以怎樣做到 例如香港想要付出一些代價 或者可以怎樣令到內地城市都覺得他們有得益 才可以發生這件事 剛才我說其中一點就是香港管理 因為如果這個香港村可能是用香港的模式去建屋 以至是有香港管理的內容 包括學校、社區設施 香港管理模式其實供應是一個優質的管理模式 我們也聽過一些內地城市這方面都有興趣 這是其中一個考慮 但大家有沒有補充 補充多一點成功的經驗大家看到 現在你看到大灣區的框架裏面有些例子 例如說波達在廣州當地城市差不多蓋上了整個環境 如果你說它沒有地盤一定有的 然後整個效應給我們 然後香港的軟件就是我們世界一流的 大家共有在一起 大家在開放那種合資 當地出難免出環境 我們出的環境協助的時候 整個區都會提升 這個大灣區將來成功都是靠這個大家的配合 另外我們看到深圳 在港大醫學院 在當地有個醫院 這一種我們在兩會去年開兩會的時候 中央部委的領導都特別讚賞 因為將內地很多醫療改革 讓民改革都可以參考香港的高標準去做 再加上我們看到現在深圳兩口 或者九個城市的不同地方 包括維州都準備和成大合作 還有動物醫學院 醫學院的地方 還有一些我們叫做 大家很多分院分校已經在九個城市 陸續都可以在那裡 所以這種模式已經有先行先時的始終經驗 再加上如果當地有一些醫院是港式的 或者我們自己看的 將來好像特首所講 昨天他也講的一些福利可能跟人走的時候 整個大灣區更能力做到我們香港的市民 同時都能夠幫助當地政府全方為高端 面向世界一流食節裡面 還有一個簡單的 你都要投資在裡面 你香港要搞成這樣 就變成了你有一個大陸的投資 你這個投資對當地的經濟體液的發展 一定會帶來推動 所以這些 就是重回剛才那幾個 一定是雙贏的方面 能夠真是遲了方便 但是有沒有補充 有沒有其他問題 可以結合的 人的問題是說香港人的公民 都是私人的公民 一定會有些想設立一些位置 這個一定是公共政府方面的投入 私人的投入都應該是 但是問題就在於 你要特區政府有的政策 要在香港村裡 是能夠體現出來才行 是不是 如果不是 那你 在某個港商在投資上 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是要引入 香港的設施制度等等 在裡面去推行 所以 變成了要有政府的參與 我自己相信是一個混合模式 當然 由於其實關鍵都是要看看 這個香港村的位置在哪 然後才可以進入細節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比較現實就是一個混合模式 就是有工也有私營 因為這樣才是一個比較 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香港村 有沒有跟特首正式說過 你這個香港村的想法 他的反應是怎樣想參與 或者投資 我們都不同渠道都表達了 我相信他都有感興趣的 但是要實行 當然就要跟國共省的政會方面的合作 和中央的政策上面的允許等等 好 我想我們就去到這裡了 好嗎 謝謝各位